台北书展青年节恰逢周末 中职人气啦啦队美女Amis 也来到现场举办写真签书会 靠着庞大的粉丝团立体 Amis写真书才开放预购 就在网络书店冲上销售榜首 首场签书会更吸引上百名粉丝到场支持 一睹女神风采 毕业于世新大学的Amis 除了身兼中职的啦啦队 也是各大展场的热门showgirl与主持 尽管她个性外向大方 但要平常去细水都害羞穿上比基尼的Amis 在寒冬中性感入境 对她仍是一大挑战 因为那时候是十二月中了 然后真的超冷超级冷超级冷 就是冷到会屁屁穿那种不停的发抖 而且就是那时候有个是要穿比基尼 然后在那个夏都的泳池旁边漫步 其实抖得要死 然后风又一直吹很害怕 但是还是要就是假装出很美的一面 趁着年轻留下美好回忆 Amis对自己的作品显得相当满意 但这性感写真要过爸妈那一关 Amis人不免有些担心 妈妈就说有一项东西寄来了 我就说好像是书吧 我的写真书这样 然后她说那哪一本来看看啊 可是她不知道里面就是有拍到这样子 然后我就给她之后 我就赶快回房间 我就说那你也不用还我 然后隔天妈妈就说 她同事也想要买写证书 我就说那记得叫她买 我可以再去店里帮她签名 Amis在现场除了热情与粉丝互动 第一位排队的支持者 她也贴心的准备小礼物 感谢他们特地来到现场 陪她一起浪漫共度情人节 难得有这个机会 就是全台湾只有我一个这么幸运的观众 可以拿到Amis情人节的小礼物 就我觉得今年的情人节 过得非常的有意义 没有没有没有 还好还好 对 多洋风格摆变造型 外带亲切微笑 Amis从展场出发 在中职累积人气 现在再推写真 希望让更多的球迷粉丝 认识不一样的自己 庄社记者张欣伟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